春季山林云铺笼罩 浓云秘雾 这幅泼墨彩画1969年出自国画大师张大千之手 画的左侧还提笔写下 祝贺军碧道兄71岁生日 地缘净土为寿 但这份生日大礼却在30年前疑似遭窃 如今却出现在香港拍卖网站上 一幅又一幅的经典画作刊登拍卖网 而这幅张大千的春山云铺 被列为亚洲重要私人收藏 市值将近1.5亿台币 10月7号就要被拍卖 黄军碧的小女儿发现后赶紧跨海报案 对于我父亲跟我们家来讲 他应该是无价的 因为他之间的一个很深厚的友谊 国画大师张大千1969年正画祝寿 没想到1990年时疑似遭窃 事隔30年后登上拍卖网 后代报警处理 让这幅画成功从原本的秋拍预展下架 但眼看拍卖日期将近 家属好心急 说偷管这张我父亲更是难过到 重病重病然后就一病不息 在我身边一直跟我说 将来一定要找到是什么凶手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拿到我最喜欢人的话 30年的报案记录按照规定 在报案10年后就得销毁 现在提不出失窃证明 大安警分局获报 仍请危坚指挥 与刑事局共同侦办 他肯定是从上一手 什么地方怎么样转过来 所以很希望能够透过 透过他的这边 一定要透过来 他是怎么拿到这张画的 根据了解提供作品拍卖的画家 说自己也是在20多年前买到的 喜爱收藏张大千的画作 大约在10月2号到案后 检方将他列为证人 将寻现追查 厘清30年前的切案已云 记者张朝成梅凯婷台北报道